远雄人寿的三位业务高手也是主管 要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又怎么样为自己的客户规划 他们的个人家庭 甚至于退休后的生活的保险规划 我是来自于远雄人寿警达通讯处的郑佳琪 在保险的这一条路上 我秉持着自己的一个专业跟服务 客户规划许多的一些保证跟商品 所以我在这个行业当中 过得非常的开心 我是远雄人寿万圣营业处 我叫罗子祥区经理 那保险年资是五年 那我主要负责的部分 通常都是家庭室的理财医疗规划的保障 我是远雄人寿中营业处黄佳区经理 目前保险年资三年 主要服务有医疗规划 退休规划以及社务咨询等服务 你们觉得你们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成功最大的一个秘诀 是来自于我们每天 在规划自己的一个行程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会按照自己在这个事业发展上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然后以及我们会希望在这个行业当中 能够有多大的一些成长 那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公司的基本教育训练以外 还有我们自己会有所谓的自修 以及从顾客身上当中 得到很多的一些讯息 我个人是时间管理会比较要求 然后我觉得自律真的很重要 因为尤其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我觉得如果时间控管不佳 然后自律又不好 那我觉得真的会在这个行业被淘汰 但我觉得之所以会成功 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做到之外 我当然觉得说像我本身比较内向一点 但我都会说其实内向有内向的做法 那我的做法其实就是透过可能 因为现在通讯软件很方便 那可能就透过打字聊天 也是其实可以完成这个行业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功秘诀有四点 那第一点呢其实就是真诚 其实不管是在面对客户 还有我们自己的团队伙伴 我觉得真诚的去倾听每一个人所想要的 还有不管是买保险卖保险的初衷 那再来就是矫情 那矫情的部分其实就是勤劳 勤劳的拜访客户 还有陪伴伙伴去走访各个大街小巷 那秉持着利他的精神 以客户还有伙伴的 能够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利益 还有好处为优先的考量 那最后的秘诀就是呢 要保持热爱自己的事物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退休呢 其实高龄化这是我们全世界 当然也是台湾正在面临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以热火退休作为目标的话 你们怎么会为客户做保险规划 以退休这一块呢 我会在跟客户洽谈的过程 当中就开始灌输客户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让客户很明白知道说 未来的长寿风险 是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可能他的时间对于你的年纪来得早 有可能对你的年纪来得晚 我会先做第一个沟通观念开始 那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客户一些建议 让客户很明白知道 透过我们自己本身目前的家庭结构 事先给为自己做好准备是必然的 在退休规划的这一块呢 我一样会透过公司优势的一些商品 人性化的商品 有不同的一些组合 让客户比较容易去理解说 透过保险可以去符合 他在各方面的一个理财规划当中 他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还是都着重于现在面临到的客户 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到三十几岁 那我一样都是推荐他们说 现在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 大概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着手准备进行 不论金额高低 我们现在准备 对于未来的这个退休 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大多数都是给予观念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想法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 对未来的一个憧憬 那这样在规划下来的时候 再给予有利的产品 年轻人刚出社会可能运算有限 所以我会建议年轻人 就是先规划台币型的商品 那透过信用卡 每年分期十二期零利率的 来达到无痛存钱的这个效果 那至于金额的多少 我会建议年轻人 用一个理财金三角 我们先用我们自己年薪的10% 去做医疗全显的规划 那剩下的30%到40% 就是看各位的家庭责任 去评估说我到底是要做30% 还是40%的做一个理财的规划 那如果说是在青少年时期 就是比较有一些能力 有办法就是无痛粘缴 美金商品的客户呢 我就会建议他们要规划 一个高额受险的商品 在青少年之后 我常用这个商品接启 我常用这种商品来支付